今天我给钱给越南丈母娘了 丈母娘买了菜还在家里做了饭 现在我们打电话告诉紫霞 我们现在在越南的情况 再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接丈母娘去中国 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和紫霞认识的时候挺困难 那时候住的出租屋 我们也没结婚 丈母娘也没有机会去我中国的家里面看看 然后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 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带丈母娘去中国 有些朋友或许说是不是为了流量 小赵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如果丈母娘不愿意去中国的情况下 这个流量我宁愿不要 这次我过来越南接丈母娘就代表我的成因 如果丈母娘实在不愿意去的话 我也问心无愧了 跟我老婆打个电话 汇报一下 请电话呀 哈喽老婆 哈喽 哈喽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哈喽 大家好 你那个跟妈妈的沟通的怎么样啊 妈妈愿不愿意去中国啊 我今天不是跟她说了 她说很明确啊 那问题是我过来这里妈妈每天都没在家里 哦这个事情今天我跟我妈说了 我跟你说妈妈在那个田园里面帮人家种东西是吧 你跟他说啊 你说我现在到这边来了 我每天给他那个零花钱都可以了 他在家里面呗 别别去了嘛 今天我也跟他说了 他说出来 我说你现在我老公回去老 你就好 就在里面煮饭一起吃饭 聊天到时候都带你提供我 这么年他在在那个田里面 把人种东西好像是20块钱 30块钱一天 我就说 我就说不用去了 这太阳那么大 那妈妈那个护照啊 身份证这些都没给我 我跟他说了 他说都改五位都改三位了 原来张伯良把 把他的证件一直留在家里 哇 我说四妹现在越来越懂事了 是不是真的 你好 你好 你就要把妹妹拿给我 你叫妹妹拿给我 不要 不要低多少啊 帝家 有 Tous啊 帝家有个帝家也帝家过 帝家有个帝家 帝家有个帝家也帝家有个帝家 这个是你妹妹的闺蜜挺好的 刚才妹妹在这里直播 然后她在帮忙带孩子 我看得挺好 这个女孩子挺好的 她会说一点点 你跟她说 OK OK 得了 地饼啊 地饼街啊 你们去吧 看样子是我多想了 可能问题就出在沟通上面 紫霞是说妈妈去工作了 然后妈妈呢 也把证件留在家里面 这个是妈妈的身份证 这个是她的护照 这个是户口本 那她既然已经照顾了四妹 把东西放在这里 说明她应该也没有 不想去中国的想法吧 可能是我觉得 我来这里两天了都没在家 也没有问我什么时候去 可能是我多想了吧 然后紫霞说明天妈妈 就会在家里面 呃 陪我们吃饭 煮饭 呃 我也不知道啊 看一下明天妈妈 会不会在家 敬请期待吧 小子吧 天气这么热 我们很哪里好去呗 这外面都天黑了 都刮风了在海边 哪里一热啊 口有点渴 想去 哦 那去吧 去吧 烧鸡工 你去喝奶茶还要搞这些东西干嘛 哎 男人要精致一点 是去哪里喝奶茶 就去我们昨天那里啊 哦 走啊 走啊 走 你又这样去你不戴帽子 这有什么关系哦 你没过去 他们这边公安很严的 会罚款的 来带起来 准备两个帽子放这里咯 带起来咯 带起来等下把我罚钱搞乱了 人家拿凳子给你住 龙哥今天来这里待遇好了 嗨你咋舌 嗨你咋舌 咋舌 刚才看到龙哥一过来 人家拿凳子把他招呼在这里 人家比你还主动 怎么搞 我有点害羞了 你看他不拿凳子给我做 你看看 哈哈哈 我拿凳子给你做好吧 看一下龙哥今天的待遇 昨天来这里龙哥混了一个点熟 今天人家直接啊 这么快吗 你们 龙哥 龙哥 你乐不思蜀了吧 越南美女怎么样 想不想跟他们聊天 想 那你拿我手机去吧 我手机上面有翻译软件 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越南 人家是问你住在哪里 我老婆的家乡在这里 她是我的朋友 在中国过来这里玩 我老婆的家乡在这里 我老婆的家乡在这里 啊 OK OK 你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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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ここ在哪里 我 NT抓住了 散步X USA 有没有 都是 瀍害虚 你 还没白? 二十七 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 还单